一个锦衣 大乖 莽洁凤凡 这样就变成第二代军团又组合在一起了 奥尔顿 科迪罗德 泰德迪比亚兹 那么科飞金盾这边呢 加上了MVP和马腾利 最近一段时间呢 MVP和马腾利呢 这对双人组合啊 双人组合呢 也是非常的厉害 现在MVP被控制在擂台的中央 泰德迪比亚兹一脚 踢到了MVP的头 然后双加地 两秒钟 MVP呢 必须坚持住 现在科迪罗德被交接近了 MVP呢 被控制在第二代军团这一侧 他没有办法和 MVP和这个 马更利以及科飞金盾交接 现在MVP呢 最希望的是赶紧交接 但是科迪罗德呢 是控制住了MVP MVP MVP还是得靠个人的能力啊 顶住 连续了几个肘击 然后一个反弹 但是冲过来的时候 却被科迪罗德的一个高飞的双脚拆 双加地 1 2 3 2秒多 MVP啊 抗击打能力还是非常的强了 又把奥尔顿给交接近了 这奥尔顿可是一个狠角色 哎呦 现在奥尔顿呢 还是先控制住MVP 不让他交接 奥尔顿也来一个原地的起跳 双脚拆 但是只压制了两秒钟的时间 说这个你要交接 另外呢 就是说你旁边不能打偏手 裁判看得清清楚楚 这时候呢 MVP呢 赶紧抓住机会进行反击 但是却被奥尔顿夹着腿给放倒了 奥尔顿 一个封杂 但是MVP迅速的闪开了 奥尔顿磕到了自己的膝盖 看到MVP没有起来 奥尔顿起来以后 看了一看 一拳一拐的 第二次飞砸 这一次呢砸个正高 这下使得MVP呢 是晕晕乎乎的 被压制 但是心里面非常清楚 绝对不能被压制三秒 否则的话就输了 奥尔顿还是控制住MVP 一个锁头的区服器 特别精进和马庚利呢 也非常的高级 但是他没办法交接不进来 全场的观众都在给MVP鼓劲 让MVP顶住 MVP呢受到了鼓舞 马上撑着站起来以后 用肘肌来摆脱 连续了三个肘肌 但是奥尔顿呢 还是继续攻击MVP MVP一个反转 但是被明面踢了一脚 但是MVP马上一个激动力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赶紧交接 克里罗德也感觉到机会到了 MVP爬向科威尽顿 再往前 这个时候奥尔顿先起来了 把科威尽顿给推到擂台下面 奥尔顿呢又把MVP 拉回到自己这一侧 然后呢跟泰德迪比亚兹交接 泰德迪比亚兹上来以后呢 先是控制好MVP 但是MVP呢 现在开始反击 一个后抛摔 这个时候和马庚利交接了 克里罗德也被交接进来